欢迎来到丰IMD! 祝您在工作和学习中度过富有成效的一天! 我们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观看今天的新闻, 迪丽热巴的颜值在新疆就是一个路人甲! 看到她和族人的合照, 网友不敢信了迪丽热巴是大家很喜欢的女明星, 在娱乐圈的人气一直都是很高的, 不然也不会成为精英女神, 她的颜值很惊艳,深邃的五官总是能够在大家的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, 一直以来, 她基本上出演的都是古装造型的作品, 和她本身的形象有着很大的关系。 其实一开始她是学习舞蹈的, 只不过来到内地以后, 就开始朝着演戏行业发展, 她立体的五官和独特的气质, 都是娱乐圈最为独特的存在, 明星和明星之间也会撞脸, 但是大家都很少能够听到有谁能够和迪丽热巴撞脸, 这也是从侧面反映出来了她的独特性。 在《三生三世》这部作品里, 她所饰演的白凤九就很到位, 将一个天真无邪的小狐狸, 通过表情和细节的呈现完全章, 显出来了人物的内心活动, 当时在吐槽大会这档综艺里, 著名的编剧汪海琳还说她的演技不好, 这一次她用白凤九这个角色, 完全证明了自己。 迪丽热巴小的时候就长得很好看, 和现在相比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, 网络上有一个新疆小女孩子在网络上很红, 因为她的长相是很惊艳的, 因此很多人都特别好奇, 是不是迪丽热巴这样的长相放在新疆也是很普通的路人甲。 当看到她和族人的合照, 网友被惊艳到了, 她确实是长得很好看, 不过旁边的人颜值也是丝毫不低的, 但是在气质上始终缺少了一点感觉, 毕竟新疆人的长相就是比较具有抑郁之美的, 所以迪丽热巴加上特别的气质即便是在人群当中依然是很出众的, 这样的颜值也真的是很真实了, 你怎么看呢? 感谢您收看此视频。 请订阅、点赞、分享并打开通知铃以查看我们的最新视频。 谢谢,下个视频再见。